离异的孙立英有一个天生有听力障碍的儿子叫郑大 没有助听器就很难听见别人说话 因为想让儿子上正常的普通小学 所以孙立英总是不遗余力地教给郑大自己所有懂的东西 听力障碍影响了郑大的语言能力 他没办法像正常人那样口齿清晰地说出每个字读准每个音节 所以孙立英每天早上会督促孩子做口语训练 就这样一字一句地教了孩子三年 为了新生入学考试这一天 郑大能顺利背出一瓶乌鸦喝水的故事 孙立英在教室外看着郑大测试 郑大很紧张说话更加不利索了 一望子就看向窗外的妈妈 兼考的校长也看出了郑大的与众不同 等到考试结束 校长单独跟孙立英谈话 认为把孩子送去特殊学校念书会更加好 但孙立英坚持想让郑大跟别的孩子一样读普通小学 心想也许等孩子长大了就会好了 孙立英求着校长再给次机会 校长只跟他说回去等通知 孙立英只好带着郑大出了校门 在门口遇见了开出租车为生的前夫来看孩子 他没有阻挠 还把郑大的情况跟前夫说了说 就让前夫带着儿子去玩 自己去找朋友小去谈谈心 孙立英有个知心的好友叫大贺 大贺是个弟弟道道 摆地他卖书的 为人十分仗义 他劝孙立英找他前夫 多要点抚养费 但孙立英不肯 即便是离了婚 孙立英也觉得是自己没能给前夫生一个健全的儿子 为此感到愧疚 大贺也拿到没办法 看他日子很苦 想帮郑他一下 替一帮他一起摆地摊卖书 能挣点小钱 就是没有营业执照 孙立英心动了 他原本是在一家发展还不错的厂子里工作 相对来说稳定 但是厂里要求严格规范 不允许孙立英带着孩子上班 所以他只好辞了去找别的 为了能让郑大顺利上学 他需要随时随地教孩子说话 才有机会让郑大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每一种声音 前夫带着孩子在郊外 郑大按着喇叭玩 因为声音太吵 被爸爸喝令禁止 但郑大不知道 即便是有了助听器 再大的声音传到他耳朵里 都会打一大半的折口 他爸爸也许对孩子有些愧疚 就叫他如果别人欺负他 直接打回去就好了 父亲用石头打碎酒瓶的画面 被郑大记在了心里 之后 郑大被送回孙立英身边 按照惯例 去拿放在郑大身上的信件 里面本应该是前夫给的200块抚养费 但这次不仅没多 还少了 他来到电话前 拨通前夫的电话 争辩抚养费的事 郑大则跑到一边去玩 不料遇到了几个嘲笑 他是聋子的熊孩子 郑大气不过就跟他们打了起来 争斗之中 助听器掉在了地上被踩坏了 打歪电话的孙立英把熊孩子赶走 发现郑大的助听器没了 慌里慌张地询问他 郑大没说话 最后孙立英在地上 捡回来碎成三块的助听器 他没好气地坐在地上 质问郑大 没了助听器你怎么办 这可是你的耳朵 听不见声音 就上不了普通小学 孙立英又气又伤心 起身转头就走了 郑大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只能跟在妈妈身后 过马路的时候 孙立英走在了前头 郑大被来往的车辆拦住 他听不见也喊不住 突然马路上有人被撞倒了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才把陷入悲愤中的孙立英吓醒 他穿过停下来的车辆人流 找到郑大 把他抱在了怀里 呵护着带回了家 夜里孙立英去了卖助听器的商店 本来打算修一修坏掉的助听器 但店员说修不好了 不如买个新的 一款助听器得要五千块 但孙立英一时间 没办法拿出那么多钱 只好先做吧 等他回到家 发现学校的方老师 正在家里等他 他是来给校长送信的 方老师说 校长为人面冷心善 担心正大因为没能考上 伤了自尊心 所以特地让方老师当面解释一下 顺便带了一份 是聋哑康复中心的介绍信 让孙立英考虑孩子 去那里读书 但孙立英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正大可以像正常小孩 那样读书学习 还一直对方老师说 孩子是因为太紧张 才没能通过考试 还说戴助听器就是不正常 那戴眼镜就是正常了吗 方老师顿时觉的李亏 也没有继续跟他争辩 事情办完了 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当正大失落地问妈妈 自己什么时候可以上学的时候 为了安慰孩子 他只说明年 正大在问为什么 他只能无言又无助地 抚摸着孩子的脑袋 孙立英想尽快给孩子买新的助听器 所以约了前夫见面 让他想办法凑钱 但前夫只会指责 孙立英没看好孩子 还说自己手里没钱给他 因为怕被现任的老婆发现 自己出来看前妻 前夫给了孙立英一百块钱 就急匆匆地走了 出门遇到正大 站在墙角等妈妈 前夫还不忘数了儿子一顿 说他不懂事 在回家的车上 孙立英也不忘教正大 食物发音 但每当他看到周围的人 都用异样的眼光 看正大的时候 心里也有说不出的难受 他总觉得正大很聪明 他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 他按下决心 自己一定要教会正大 正常说话 让他能上普通小学读书 辞了职的孙立英 在朋友大贺的帮助下 也在地道里摆起了地摊 因为没有营业执照 他们得提防着工商局来抓人 运气不好的孙立英 刚买出去几本书 就遇到了工商局来肃清 来不及跑的孙立英 被抓个现行 好在人没事 就是书都给没收了 那些书都是朋友的 他朋友没怪他 建议他还是去招聘会 找些正经工作干比较合适 孙立英欠着正大 穿梭在招聘会拥挤的人潮中 他找到了几分终点工 还有一份送报纸的工作 为了能带孩子送报纸 他专门买了一辆三轮车 每天母子俩去哪儿都形影不离 孙立英边工作边教正大说话 对他而言 现在的工作非常适合他 因为送报需要查门号 偶然间就找到了方老师的门牌号 两人见面 就开始嘘寒问暖了几句 方老师是个和善儒雅的人 一个人住 有空就教几个孩子 学画画补贴家用 面对孙立英母子俩 也是以礼相待 正大的听力越来越不行了 有时候在他耳边说话都听不太清 可买住听器的钱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攒够 朋友大赫帮衬他 把自己的一些积蓄给了他 还说等过几天 同学会的时候 让其他同学帮他凑钱 孙立英对大赫感激不尽 大赫也算是他悲苦的人生中 一束暖光 一天 孙立英照旧 拖着报纸和正大 去挨家挨户送报纸 到了一户人家门口 孙立英嘱咐正大看好报纸 别让人偷了 自己进去送报 正大一个人在外面 捡起了一朵花练发音 这时 巷子里走来一对情侣 那个男人趁正大不注意 拿走了一份报纸 正大发现了 就跟了他们一路 好在那对情侣不是什么坏人 也就是贪贪小便宜 女生见正大是个孩子 说给他钱买了这份报纸 但报纸是厂里发的 每份都是固定给出去 不能丢也不能卖 正大不知道这些 只知道妈妈说要看好报纸 她指着报纸说 妈妈的报纸 等孙立英出来 看到正大拿着一份报纸 递给自己 她看着正大 一下就明白过来 是怎么回事 心里无味杂陈 鼻子一酸 揉揉而自的头发 把她抱在怀里 无声夸赞 那天 正大得到了自己 梦寐以求的新校服 虽然跟学校里的不一样 但足以让她满心欢喜 到了同学聚会的日子 孙立英精心打扮了一番 还拿上了前夫留在家里的好酒 准备到时候 带到聚会上送给大家 她一桌整齐地进了酒店 还没等正式入席 就在卫生间里 听到以前的老同学 在议论她的事 说她孩子不正常 这也让她断了 想要请求同学帮忙的念头 随即拿上自己的东西 离开了酒店 在回家的公交车上 孙立英打开了 带着的那瓶酒 车上出了司机 就她一个人 她放肆地喝着酒 把所有院言吞进肚子 眼泪不争气地夺况而出 看出窗外的路灯和车辆 经过一栋栋亮着暖灯的楼房 她靠着车窗睡着了 等回到家 她抚摸着儿子的头发 嘴里念叨着 希望孩子好好听话 然后上小学 上中学 上大学 隔天 孙立英带着正大 到方老师家拜访 见到母子俩的方老师 还有点不知所措 没等她反应过来 孙立英和正大挤进了家门 孙立英主动帮她做起了家务 嘴上还一直夸着正大很听话 也很聪明 不用多久 就能流畅地被课文说话了 方老师知道 孙立英想让自己跟校长说说情 让正大再参加一次考试 但方老师也是有心无力 她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教师 她知道孙立英在攒钱 给孩子买猪听器 所以只能说 帮她介绍几个终点工的工作 听出眼外之意的孙立英 也只能苦笑着说好 正大上学的希望渺茫 孙立英来来回回数自己的钱 内心无比煎熬 按照惯例 这天是前夫来接正大的日子 孙立英带着孩子没等到前夫 于是打电话去问 却得知前夫出车或去世的消息 孙立英哭闹着 该怎么将这件事告诉儿子 他用画图来叫儿子什么是死 儿子不懂 他又拿出一只火虾和一只死虾 给儿子做对比 儿子一知半解 当孙立英说爸爸死了之后 正大似乎知道了什么 但却不懂其中的真正含义 孙立英带着正大去这麦刀牢 以前勤俭节约的他 从不带孩子来这种地方 但今天 他为了让孩子高兴就来了 他没办法让儿子 懂得生离死别的感受 此时 他无依无靠 要独自面对未来 他第一次感受到 自己是多么的可怜 正大在家骑着三轮车 打翻了水壶 可他一点都没意识到 他是真的听不见了 但孙立英仍旧坚持不懈地 给正大教学 晚上 孙立英接到了方老师的电话 说正大上学的事有希望 先让孩子把话说清楚 就还有机会 方老师还主动提出 给正大做家教 这对孙立英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炭 他满怀感激 放下电话那一刻 他眼里情着泪 他的内心又重新燃起了 希望的光芒 孙立英还在做终点工的工作 这家的雇主姓贾 别人叫他贾老板 算一个小资产阶级 这一天贾老板没去上班 看见孙立英早早地 就来他家做家务 问候了几句 然后摊在沙发上抽烟 跟孙立英说 自己昨晚输了钱 心情烦闷 孙立英也没多想 安慰了贾老板几句 这一来一往 贾老板对孙立英心生杂念 让孙立英放下手里的工作 坐下跟他聊天 贾老板开始对孙立英 动手动脚 但孙立英极力反抗 得到的是更加粗暴的对待 在这场义无反顾的防御中 孙立英为了自己的尊严 奋力捍卫自身清白 贾老板被孙立英的气势震慑住了 生怕拿把刀会真的砍下自己 于是把自己的钱都给了孙立英 用钱了事 孙立英拿着钱 给儿子买了新的助听器 然后到方老师家去接政大 方老师注意到孙立英脸上的伤 他执意要给孙立英擦药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孙立英也闭口不说 方老师只当他是受了太多苦 心里难受 孙立英在方老师温身的关怀下 抱着他哭了起来 夜里太晚了 政大睡着了 孙立英就在方老师家凑合了一晚 方老师自己在外面另外搭铺 那晚他睡得很沉 是他这些日子以来最踏实的一晚 白天又有一群孩子围着政大欺负他 说他的校服是假的 回到家之后的政大情绪一直很低落 并且拒绝和外界沟通 打死也不带助听器了 面对妈妈的好言相劝 这一次的政大显得格外暴躁 他跑出了家门 孙立英追了出去 母子俩最终僵持在天桥上 孙立英又委屈又生气 直接哭了 政大受了欺负 可以找妈妈撒气 孙立英受了欺负 却谁也找不了 政大看着哭得伤心的妈妈 于心不忍 慢慢靠近 走到妈妈面前 见妈妈不理自己 她开始大声地背起了 妈妈一直教她的课文 在回家的路上 孙立英想起了自己 这一路所受的委屈和辛苦 她想把所有的不堪都甩在身后 她不敢面对 也不想面对 政大紧跟在她身后 突然问她 为什么只有她带出听器 这次孙立英终于接受了事实 她鼓起勇气告诉儿子 你是龙的 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 到了小学招生的时候 孙立英又一次带着政大去参加考试 她不能永远陪在政大身边 无时无刻地照顾她 所以必须要政大面对 她应该面对的人生 孙立英看着孩子进校门的背影 她一直觉得政大是自己的失败 她不想承认 但那天晚上孩子问她了 这说明政大比她想象中 要更加坚强 而且比她坚强 这是2000年上映的国产电影 由孙周指导的漂亮妈妈 该片获得了2001年 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 主演巩俐也凭借这部电影 拿了2000年的 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 2000年中国电影经济奖最佳女演员 和2001年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女演员三项大奖 这部电影是朴素的 真诚中热满了酸楚 导演细腻的情感手法 表现出一个母亲的世界观 她用爱与坚强 扛下了所有生活的磨难 即便自己也有软弱的一面 但依然自主 自强 自尊 导演在叙事上 表现出她的成熟和稳重 电影节奏收放自如 恰到好处 演员在镜头中 展现的情感张力 也不容小觑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电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